大家好 我是盧俊雪 我是一個電腦節目主持人 也有主持電視節目 還有在一些電影中出現過的 也都幫你們口術的影像 所以希望你們見到我 雪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口術影像的經驗 我的口術影像的經驗就是因為 我有個朋友去做義工 就去做口術影像 說起來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電影 我就想一下 如果失明人士對他們來說 看不到電影有多大損失 我自己很喜歡看電影 覺得看不到電影有多大損失 我就說我都很想試一下做 因為我覺得 如果可以把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多些分享給不同的人 我就覺得這件事是令我很開心 我就跟上去學 學的過程其實又不是太複雜的 它會講解我需要做些什麼 我就練習一下 就有些準繩的事情要做 因為那些中間的時間 因為我們在對白與對白之間 拿到一些時間 是補白一些大家不理解到的情節 做大家去推進劇情 那這些位其實都挺踢腳的 那我覺得很好玩 那我也都參與了一些不同的電影 那我就覺得這個經驗是很難看的 那你剛才分享的是電影 那我知道之前你試過和我們一起 參與我們歐國杯後食點像的經驗 那你的體驗又是怎樣的呢 這個體驗是更大的 因為上一次歐國杯那個其中一場比賽 那我就跟阿登倫和阿Keyman一起說的 那你知他們兩個本身說 現場堂術足球比賽呢 就駕輕就熟 非常之經驗露動 而我呢 只不過是一個足球的愛好者 我和大家一樣都是喜歡看球 那就是要我去幫忙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很多細節 我平時看球反而沒有留意到的 偏偏在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因為我要顧及大家 在畫面上的補足 那我就看了我以前所看到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值得著 你覺得體育口術影像 跟其他口術影像的分別是什麼呢 哦 差得遠啊 有兩者最大的分別是 如果我要做一個電影的口術影像 我可以反覆看了2000次那個電影 我怎樣去寫那些寶伯 你當會做 怎樣幫協助大家推進那個劇情 但是因為口術一個叫做運動項目 還要是職場 現場這樣去說呢 哇 那個挑戰當然是很大 一 你本身很熟悉的球賽 對啦 很熟悉的球員 掌握很多不同的資訊師 那你才可以落場真的去做這件事 那我自己那次覺得 是滴著汗地去做的 是很刺激 很好玩 如果叫你來試一下 學一下做體育口術影像 你會選擇想做哪一件體育運動呢 如果可以讓我選擇的 首先我覺得足球我一定是第一個選擇的 因為足球始終受眾會大一點 大部分人都喜歡看足球 第二件事可能會選擇的是排球 所以我會選擇排球 女子 還要說明是女子排球 我的分享來到這裡 好 餘下的時間 當然是教會給Durland說他的體育口術影像 好 謝謝雪雪 很開心有機會在這裡 和一班同路人一起見面 分享一下經驗 相比於電影或者是舞台 表演藝術 甚至是靜態藝術來講 其實體育就真的是弟弟來的 因為在香港口術影像的體育活動 其實頭頭尾尾 我知道都是三年而已 就是一個三歲的小孩子 跟其他的家賓一樣 我首先都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是一個高高瘦瘦英俊瀟灑的年輕人 聽到一些聲音 是不是 其實沒有扔東西 我已經覺得都挺慢 不過我為什麼要這樣介紹我自己呢 因為這個正正就是我開始做 口術影像的時候 其中一個學習到的經驗 如果我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年過六十五尺六寸高 超過一百七十磅的小肥佬 今天我穿著一件 藍色的單式運動外套 有個驅徽 香港的驅徽在左邊的胸口 其實不是很難的 但是在體育的世界 我們通常都講參與和活動 在我做口術影像的時候 其實我怎麼可以令到我的聽眾 都可以更加投入呢 好像剛才那樣 你聽到一輪的笑聲 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還有是一個指標來的 所以這一種的做法 是我在一直的過程裡面 固然是要學習怎麼仔細去描述 但是更重要呢 就是要去想一下怎麼令到 跟我的聽眾之間的距離拉近 還有可以互動 不過今天我們的互動 真的不好意思 時間關係 我單人講述 我選擇一個題 就是叫做 賽馬會開啟 創造業童效應 如果看到的朋友 現在看到有幾版的 PowerPoint 如果看不到的話 我盡量講給大家聽 我想說回這三年 我們在體育活動 口述影像發展的歷程 最初的時候 我想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是為一些看不到的朋友 或者藥視的朋友 提供的一個服務 但是這三年裡面 其實我自己走過的一段歷程 最大的發現 反而覺得原來 這一個口述影像 不單止是一個單向的服務 它還是一個增值的循環來的 所以今天我是很想 集中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一個的得著 大概三年前的 都是這段時間 日子我不太記得 在一個會議上面 我們就認識了今天的節目主持 阿君 還有協會的委員 Michael 球迷坐了一堆 就不受沒話說了 我們當然也不例外 除了講球之外 也都講到 原來的視像朋友 都喜歡在現場看球 而這一種口述影像的東西 在歐洲的球壇 早已經運作得很成熟 我亦都講回 其實我剛巧這麼巧 1998年的時候 我亦都在香港電台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因為收到 萬人輔導會的一封信 就要求港台 就用一個電台的形式 去講世界杯 當時港台 就配合了這個需要 於是 早在二十幾年前 其實我們已經直播了 十七場法國世界杯的賽事 是以一個聲音為主的概念去廣播 想不到二十幾年後 又鬥事重提 於是結論當然很直接 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試一下 香港行不行 幾個月後我們就試了 第一次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和一班會員 就去旺角球場看一場亞洲追血盃 那就是結智對北韓的425 我記得當場我還聽到 有些球迷問我 喂你不要經常都講425 講名字 那我告訴你 其實425是個球隊的名字 是結智對425是真的 這一種的互動 其實都給我看到 很多時候如果不是因為通過我們 去現場看球 大家未必會留意到 有一隊不是很出名的球隊 竟然是用4月25號 簡稱425 作為他們的體育會的名稱 這隊球來自北韓 當日有一個網模叫做Keyman Soho 那看到我在現場之後 就拍下了這一張照片 如果看不到的朋友 我可以描述一下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圖像有三本在現場拍的照片 就看到我跟當日一些會員 一起在旺角場看球 在半場的時候拍的 好了 這件事開始了之後 其實都不是有太多人注意 直至到同年 就是兩年前 2019年的7月 那當時 潔智就主辦了萬城訪廣 踢了一場友誼賽 嘩!那這場球 在7月份舉行 現場有三萬多觀眾 那些傳媒又齊了人 那又見到我們一群人 一起去看球 那當時蘋果日報 又特地老遠在球場走上來 又跟我們拍了一張照片 又問我們在做什麼 於是我就告訴他們 我們在做一個口述影像的服務 那翌日就見了報 那又真的不到你不服 雖然蘋果也不再存在 但是真的出現在蘋果 是多了人注意的 那從而呢 也都有更多的傳媒 又關心起這件事上來 甚至無連當時 最初都懷疑我們在做什麼的足球總會 都開始了解了我們這個服務了 那因此大家 現在再見到的這個第三幅相 就是有我 有劉迅文 還有有何凱庭 這三個都是我們的 平術圈子裡面的同行來的 那這一幅相呢 就在旺角球場拍的 就出現在足球總會的那些官方的平台上面了 變相地呢 他們都認可了 就是原來真的有一幫現場的 智障的朋友在那裡看著球的喔 那他們也都是更加樂意去支持 那一路下來呢 這兩年多的時間呢 其實我跟這幫新明人協進會的會員呢 其實已經去看過 下足足協盃啦 看過西加坡外圍賽 香港到伊朗啦 那也都看過一些本地的聯賽和盃賽 那你看一下都 都算是幾包羅萬有的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講呢 就是這個叫做 登席循環 這個圈子是怎樣產生的 由於我們剛才說過 一個服務推出 反應都不錯啦 那大家也都幾開心 那於是呢 協會方面呢 Peggy啊 阿君他們就開始申請一些撥款 那你都很快就獲得 香港賽馬會的慈善信託基金的同意 那你都撥出了一些錢呢 去進行一個三年的計劃 那有了錢之後 當然樣樣都好做些啦 是不是 那但是呢 這個經濟資源呢 只是一個起點來的 有了資源之後呢 我們發覺 原來可以做多些喔 做密些喔 希望可以呢 多些朋友呢 一起去分享一下這個服務 有了資助之後呢 那買票都可以鬆手一點啊 那因為阿君他們呢 很均真的 不是問人拿免費票的 他現場看球真的 是數人投買票的 那所以呢 其實對那場比賽的主辦方呢 都帶來少少經濟效益的 好啦 那如果要搞多些球呢 那當然要多些義工啦 那於是我們呢 就在這個去年12月呢 就做了一次的網上分享 那除了介紹這個服務之外呢 同時也都希望多些人呢 幫一下忙啊 因為如果一班會員 往來球場地鐵站啊 那樣呢 都需要那些人照應一下 去到球場帶一些會員 去廁所都要人帶的 那順帶呢 我們都說服務的範圍 不限於呢 就在現場支援 甚至無開麥克風播都可以 好啦 那這個訊息一出了街之後呢 又引來多了的注意了喔 明報呢 有全版的報道啦 那然後無線的新聞報啦 香港電台的新聞報啦 NOW TV的新聞台啦 都有專題報道 好啦 多了人報道之後呢 那那個義工招募的反應呢 都相當不錯喔 那很快趣呢 我們就已經有二十幾位的學員 經過要面試的 不是報名就可以參加的 那裡面呢 都五湖四海的 真是高手在民間了 那這個訓練班呢 有廚師啦 有社工啦 有老師啦 有時光師啦 有網媒啦 有學生啦 就是什麼都有 那我們在四月啦 就開始這個訓練班 那我最初都想著 沒有那麼快的 廣播沒有那麼快的 但是這一班精靈的義工 有心人呢 真是厲害 我們大概兩個月之後呢 我發現 咦 差不多可以上台了喔 炒賣都一碟有特的喔 那由於有了很多傳媒的報道呢 那我們想嘗試呢 做一個更加好的電視 那就是 轉播足球的那個 口實影像服務呢 也都水到渠成了 NOW TV呢 很快就答應了我們 不但只解決了版權問題 還有都給了一些技術支援我們 那所以跟著 大家看到這三張照片呢 就是我們在上面那一張呢 就是在訓練班的時候拍的 下面那兩張呢 其實就 那兩張照片 是直播這個電視的歐洲國家盃的比賽 這個循環呢 其實令到整個我們那個項目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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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闊了的 因為大部分的體育比賽呢 其實在電視的直播 是多過要去現場看的 所以呢 如果我們打通了電視這一關 可以讓到視障的朋友都可以分享到的話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那結果呢 歐洲國家盃做得 我想大家都幾開心呢 那跟著下來呢 緊接著的就是東京那兩個奧運會了 我最初呢 在訓練班的時候都說 奧運會很難做啊 你們伸手未必得啊 結果呢 威廉和阿君那些呢 又硬是不知道死的 那又做啊 結果呢 兩個奧運會呢 都可以選擇著一些項目 又在 我們的 協進會的平台上面呢 可以轉播到一些視障媒體 那又提供了一個 很好的嘗試 還有給了我們 我們的信心 做了這三次的大型體育比賽之後呢 那我發覺有更多人知道我們做什麼啊 那於是乎 那於是乎 在運動會之後呢 我們也都讓我們的會員呢 可以有更多的體驗的機會 有一些我有參與 一些呢 我就沒有在現場 例如呢 就跟我們的會員去嘗試一下 在個 籃球場那裏呢 降低個籃球架 摸一下個籃球框是怎樣的 入津是一件什麼事來的 那也都看過一些小朋友的 體積能的訓練啦 那跟著最近呢 我們還做過另外的兩個活動啦 那除了看足球之外 我們去修盾看籃球啦 那疫情之後 影響之下呢 有兩年 香港沒有籃球打了 一打回第一場我們就去看啦 最近這次我有參與的呢 就是跟一班朋友去將軍澳的單車館 那在這個獲營單車場上面呢 給大家感覺一下 單車場上面那些木 是怎樣的 斜度有幾斜 那些聲音會是怎樣的 那也都給我們的 朋友的會員呢 可以騎上單車那裏感受一下 李維斯那輛車其實有幾重 那輛車很輕 但是呢 要用力踩起它呢 其實是要很重 最近我跟 玩弄風帆會的朋友呢 也都 有見過面 那他們都說 喂 其實玩弄風帆都可以的喔 那麽正 那麽就不如下次啦 那麽 而且呢 不單止可以只是摸一下單車了 話弄風帆呢 還可以給 我們那些會員 坐上話弄風帆 一起出海 發話發話 那麽真的可以呢 有多些的親身經驗 那麽這一個短短的年齡的歷程呢 其實也都令到呢 那個提供資助的機構 他們都滿意的 他們有很多時候呢 拿著那些錢 其實不知道他們怎樣去做到那些好的事 那麽如果通過 我們今天有三個機構 可能分別在不同的領域上面 都去將這些資源 放在我們那些目標的對象上面呢 其實對於這個撥款的機構來說 都是帶來了一些滿足感 這個是我們過去兩年多的歷程 簡單來說這一幅圖呢 跟著可以介紹一下給如果看不到的朋友 我們把我們的歷程呢 歸了到五個圓形那裏 五個圓形呢 就其實形成了一個五腳形的周期 就是我們互相促進的過程 來的 我們最初呢 是由一個人 一個傳媒的背景的人就是我 以及一個機構就是新明人協進會 開始了這件事 我們第一步呢 希望就是針對一些視障的社群 由視障社群的參與呢 我們帶動到一些社會的資源呢 可以投入了這個圈子 跟著下來呢 有多組活動了 比較起眼了 更多的傳媒又關注了 傳媒關注了之後呢 也都帶了來有更多項目的體育會呢 去伸出他們的友誼之手呢 去跟我們合作做活動 那不單止是對一些視障的朋友呢 帶來了一些的經歷的機會 其實對於體育發展呢 對於他們體育會的形象呢 都是有好處的 於是大家很快呢 就會發覺到 咦原來這整個周期呢 是一直在互相促進著 互相在創造著一些效益 那未來會不會這個圈子就停呢 我相信一定會 因為我這三年的經驗 給我見到呢 不是去到個盡頭 而我見到更多的機會呢 放在前面 而這個周期呢 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所謂協同效應 這個synergy呢 其實就是大家一步一步 扣連之下呢 去產生了出來 這個社會 沒有人因為這樣而有損失 但是呢 每一個參與的群體呢 都可能因為這個周期呢 要找到一些回報 那這個呢其實是 我們這個蔡馬會開聲體會 就近三年來呢 給我見到的一個 就是最大的收穫 那最後我想提一提呢 就是這個項目呢 其實是由不同的人合力去完成的 那包括了有 新明人協助會的委員 那幾位工作人員 Soso啊 Packy啊 他們成天人 那一些在職的評述員 我昨晚數過呢 都有超過十個人 都被我拉了下水的了 那未來呢 應該可以拉到更加多的 那當然呢 還有一班很有心的學員 那剛才我說的 那二十幾位的學員 大部分呢 都在夏天呢 有親身開過咪 真的做過口述影像的服務 那這個我希望他們呢 都感覺到呢 是一個 一個很有意思 和一個很優勝的過程 那 除了在香港之外呢 其實在歐洲呢 這個口述影像 在足球方面呢 已經是運作得很純熟 很廣泛 所以他們也都有一個機構 簡稱呢 叫做CAFE Cafe 就是 Center for Access to Football in Europe 的簡稱 過去那兩天呢 星期四、五好正 就是他們呢 也都做了一個 國際研討會 那阿君啊 阿William 他們都應該有參與旁聽 那麼剛剛今天呢 就有一條點片呢 準備了 不如這個時間呢 我們也都趁這個機會 介紹一下 這個在歐洲的CAFE 這個活動呢 給大家了解一下 好嗎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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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lection of images of supporters at various football grounds across Europe Footage of supporters celebrating a side-on image of a supporter smiling and raising his right arm A green background appears and the text reads Accessibility Accessibility Two people wearing headsets and commentating in a stadium Text appears Accessibility Footage of people accessing a stadium Accessibility Text appears Accessibility With a series of photos of supporter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Accessibility A fan in a wheelchair going towards an accessible entrance A group of children in blue man city shirts An orange background appears and the text reads Inclusion A supporter celebrates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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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 looking up at supporters Inclusion Retail footage of fans smiling singing and hugging Inclusion A supporter sitting with a guide dog Fan following a game with a monocular on the computer A supporter with a headset The unterstütots on a mobility scooter and two fans sitting in a stadium Inclusion An image of a group of supporters A yellow background appears and the text reads, for disabled people. A supporter smiles and celebrates. A series of photos of supporters from across Europe. Fans smiling and leaving a stadium. Cafe. Sport. Accessibility. Inclusion. For disabled people. We can't even call them any questions. But in the world we interrupted. But it's the case, and it's been a special chance of seeing the people from across Europe. I told you it was a special chance this week. And what is that, the pression, let me know that there was a couple of minutes. What was it that I reached for? You know that. Yes. 另外這位呢,有一段時間都沒接到招勒 因為我們搞到精工退出了香港的球圈,他都沒出生的 但是他就是其中一位呢,我們的訓練班裏面表現相當好的 口術影像新一代的服務員阿龍了 好了,時間關係給你們兩位分享一下 或者首先呢,警方說一下 我們加入了這個體育項目 由這個口術影像的服務員之後 其實你自己的經歷或者感覺是怎樣 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我感覺呢 可以重新回到球場 是嗎?因為以前聽不到是嗎? 用阿龍的咪咪 喂喂喂喂 我感覺可以重新回到球場的感覺 因為我很小時候 那時候呢,我不是先天生命的 我是十二歲左右呢,左眼失了命 然後右眼呢,有時磨磨脫落 就變成了五成時力度 但是之前 之所以 我接到阿龍圈那些七十年代那些 因為我其實呢 我八、九歲就已經去球場看球了 我最記得就是看流浪的精工 那場是銀牌決賽 那是科士打仗 然後呢,流浪爆冷贏了精工 48年前啊各位 那大家知道是我的一歲 那時候我九歲 然後呢,我再之後呢 到我十七八歲呢 我依然還可以看到球場 雖然我只剩下五成次力度 但是看不清楚 就是都可以看到大半的球場 直到大約千禧年左右呢 那我開始就已經看不到 就是,當然可以看到東西 還可以做到東西 但是,都可以去到球場呢 我已經很看一小部分的球場了 然後我後來完全看不到 去到球場 我完全看不到球賽的了 已經 到有了開聲聽之後呢 我就可以 可以經常可以跟著協進會呢 一起去球場 再看足球 是,那這個呢 都是我們很謙卑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其實就是讓一些可能 在平時入球場 不方便的球迷 很多人要幫到手 其中一個呢 就是負責口術影像 講足球其實挺辛苦的 除了剛才兩位嘉賓都講過 電影啊 或者好像李型教授講 哇,要刨一個廣告 一分鐘要做一小時 我們剛剛調轉 因為我們有幾多個小時都好 沒得準備的 我們是要見到一場球 才可以講 阿龍,去年今天 你還是一個我想 都沒想過會參與這個服務的人 甚至還沒聽過 一年後的今天 你已經是其中一個成員 那個體會是怎樣的? 大家好,我是阿龍 那叫做參加了開聲看之後 那個體會是怎樣的呢? 不敢說有什麼體會 但是那個感受是很開心的 就是很興奮可以做到這一件事 可以為大家為生命人士提供一個服務 那因為可以給到多些選擇 生命人士去選擇他們的生活 去選擇他們的娛樂 去享受更加多 開心 就是自己最大的回報 就是無價的 不過都要留意一下 這些受眾 怎麼看你的 警察 記不記得阿龍說過 那些話 如果你要抽稱一下他 你會告訴他 有什麼 你還可以說好一點 其實這個所謂開聲看口術演像的服務 最重要對於一些 自力有障礙的服務 我們應該提供什麼給你們 最重要就是 描述球賽那個過程的流暢度 就是不要有時候有 去感受到 去感受到球賽那個進行的程度 那個刺激度 就是用到我們很投入他的一個比賽 還有可以知道 雙方的球員的表現 或者譬如他們的描述 他們怎麼過對方 用什麼動作過對方 我們可以在腦裡 感受到 尤其是我本身 到時候是可以看到的 更加清楚 是啊 你更加知道我們說得 準不準確啊 夠不夠肉緊啊 是啊是啊 是啊 阿龍知道我們現在的客人什麼反應了 你也試過電視播說過 現場播說過 有多難呢 還有如果再要自己升級 還會做些什麼準備 還有我覺得 一個難處就是 將我們眼見的所有的事 要描述了出來 那描述了出來 又要跟回那個時間 因為球賽或者運動 所有事情都是每一秒 不斷地進行 不斷地有新的事情 那我們說得 那樣要描述得仔細的同時 又很快又去到下一件事 那要再昇華一個層次的時候 可能就要 那個感受要再深厚一點 令到視像朋友或者聽的受眾 感受到身在其中下去的一場比賽 那裡 嗯 你覺得你還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是嗎 那就最重要了 年輕人 那希望你們 每天 帶多些朋友 一起加入 我們這個服務 那其中一個 做 嗯 體育開聲看很重要的 元素 就是 今天我太太也在座 那我上來之前 他就交代了一件事 不要那麼沉氣啊 那現在OK的 我看時間 我應該就 沒有什麼特別 overrun的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做 體育開聲看 不要沉氣 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要求 那多謝啊 警法和阿龍先 多謝 謝謝